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六四事件的31週年 雖然在限聚令和國安法的雙重打擊下 但仍然無礙市民前往悼念六四事件的決心 今晚有超過1萬名市民 入了懷院的數據起燭光 而且在全港多區也有不同地區組織 自行發起悼念六四的集會 可以說燭光是不滅的 而且人民決定拒絕遺忘這件事 今晚的維園集會當中 就貫徹了過去一整年抗爭活動 沒有大台的傳統做法 一眾支聯會常委 都只是靜靜地坐在樹 舉起燭光以及唱起民運歌曲 並沒有主導整個集會進行 於是各式各樣的抗爭口號 歌曲和其次都進入了維園會場 互不排斥而且互相包容 至於在各區的悼念集會也差不多 有不少市民喊起了去年才出現的抗爭口號 而且唱起了《圓榮光歸香港》這首歌 可以說是為了悼念六四 富裕了一層新意義 正正將悼念和抗爭融合起來 今年的悼念六四集會 無論是維園或各地區都好 能夠順理搞得成 很明顯就是在特區政府默許之下才可以做得到 如果特區政府不是默許 不是隻眼開隻眼閉的話 基本上在沒有不反對通之書下 他一定會派這些警察出來搗亂 以及掃蕩 以及拘捕 當然在一些地區仍然出現了這些情況 但在絕大多數的悼念集會當中 警察並沒有這樣做 這肯定是特區政府放水 至於他為何要放水呢? 也很明顯是要向國際社會做一場大型公關show 以及向美國政府跪低 因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在Twitter上發表過一篇貼文 他呼籲北京政府不能阻止香港人悼念六四 他當時批評 中國政府試圖以疫情作為藉口 阻止香港人舉行六四燭光集會 其實是要滅聲的 北京政府顯然拒絕給香港人發聲 以及拒絕給香港人選擇 令香港人像大陸人一樣 兩制玩完了 另外國務院發言人說 特區政府延長限聚令 無非是想阻止香港人悼念六四 美國政府呼籲特區政府要被市民和平悼念 在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受害者 至於歐盟發言人昨天也呼籲 縱使疫情仍未結束 但中共絕對不能利用限聚令作為遮口 阻止香港和澳門民眾悼念六四 他們說這項紀念活動標誌自由仍然受到保護 歐盟相信香港和澳門民眾可以自由悼念 而鑑於最近的情況 一個完全尊重保障權利和自由的清晰承諾 比起以往任何一個時刻更重要 今晚全世界的目光一定是聚焦在香港 而香港人亦沒有令全世界失望 縱然沒有不反對通知書 以及沒有大台呼籲的情況下 仍然有超過一萬名市民進入維園舉起燭光 而且在全港超過十個區域 亦有不同地區組織各自搞起悼念集會 參加的人數少則一兩百人多則上千人 絕對不是一個細規模的數字 特區政府除了向外國政府跪下之外 他們亦想借助這次機會 向國際社會展示 香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包括集會自由 因為在國安法出台之後 很多外國政府都質疑 到底香港仍然是一國兩制 還是像特朗普總統口中的一國一制 這次他們大搞公關伎倆 故意叫康民署那些保安員 不要輕舉妄動 也是按住那些警察 叫他們不要亂動 使得這個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 也是和平地結束 很明顯反映到 只要會場裡沒有警察 一定會很和平 當然在他默許範圍以外的某些地方 例如旺角 仍然出現一些拘捕的情況 因為那一署不是特區政府的默許範圍 於是他便派出警察、特警或附警 走去嚴加掃蕩 兼且抓人 故此 這絕對不是真正的自由 這不是沒有限制的自由 更加不是基本法裡所承諾給香港人的自由 而這個只不過是在鳥籠裡的自由 所有人就要在局限範圍下 才能夠行使這個自由的權利 故此你走去向外國偽裝 說香港仍然是一國兩制 或者香港仍然是擁有集會自由 實情國際社會都不是傻的 人家那些記者是流動的 當他拍到為什麼在旺角出現這個掃蕩 為什麼在維園又會沒事呢 很明顯你就是要製造一個比較漂亮的畫面 給國際社會看 眾言國安法就已經出台了 但是市民進入維園舉起燭光悼念六四 就沒有問題 不會出事 但是在維園以外的地方 特區政府就沒有包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鳥籠的自由 而且這次事件也反映得出 你這個限聚令 根本上就是一條切頭切尾的惡法 如果你是要認真執行這個599之章的法例 你今天應該就佈住在這個維園門口那裡 當市民一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就罰他2000元 派一張傳票給他 是不是 你是沒有這樣做的 今天反映得到 你這個所謂限聚令的執法 只不過是在乎掌官意志 如果特區政府是決定要默許這個活動進行 決定了隻眼開隻眼閉 你就不會執法 但是在其他的情況 就任由那些警察自行來執法 包括在商場裡面 根本上只有一個人也好 他看你不順眼 都可以發張告票給你 發張傳票給你罰你2000元 就是要花你市民的時間去抗辯 但是如果他要做秀的話 就說你一萬人也好 他也是當看不到的 不單是在維園 在沙田城門河畔都有上千人 一樣是不執法的 因為今晚國際社會就會注視著一件事 到底特區政府會不會濫用這個限聚令 那你今晚這一晚就特別是不濫用 特別是放水 至於一到明天 就一樣是固態複猛 當那個視線 當那個焦點轉移的時候 你特區政府不一樣會打壓人民 另外 根據一些建制派議員的說法 就說在國安法立法之後 個別支聯會的口號就不能夠再喊了 包括就是這個結束一黨專政 因為這個就是牽涉到 是叫共產黨收黨 就說有些議員說這個不能喊 至於為什麼平反六四是喊得呢 我很容易理解 因為平反六四其實就是由上而下的一個舉動 市民喊平反六四只不過是 懇求政權重新去評價這一班 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 就想從這個反革命動亂分子脫帽 給他們一個公正的評價 他們就叫做愛國學生 所以共產黨是任你喊的 這個口號是 但是結束一黨專政由於是 動搖到他權力的根本 故此就說不讓喊了 找些人出來放風 就是這麼簡單 正如我在今早所說 是否悼念六四 每一個市民都有他的自由 但是決定權就應該交回市民手上 而不是由中共或者特區政府 不是由政權幫市民決定 如果是由政權決定的話 這個就是獨裁 這個就不是民主 這個是人治 就不是法治 因為基本法 口口聲聲 就賦予市民有一個集會的自由 另外 我很想分享林夕 在一篇文章裡面的說法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他說 為什麼我們還要記住六四 正如我們記住七二一和八三一一樣 當中的關聯 迂迴曲折是驚險過過山車的 若然我們是沒有能力討回公道 起碼都要寫下各自見證的故事 這個大概就是歷史其中一個悲良的意義 如果我們記住歷史的話 歷史都不會遺忘我們 林夕在這段文字裡面所強調的 拒絕遺忘的自由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一定要記住 每一個殘暴的政權 他們所干犯過的惡行 無論是在三十一年前的北京 還是在一年前的香港 所有的東西我們一定要牢牢地記住 將這一段歷史傳承下去 仍然有空間去發聲的時候 就盡量說 故此今晚無論去集會的人 他們心裡抱著一種什麼心態也好 實情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對抗強權 所以這些什麼門戶之見不等的東西 絕對可以放下 而且將這些強調門戶之見 激化門戶之見的廢柴 將它邊緣化 不要討論它就行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